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比亚起来继承了王位 那时 另一边的北国以色列 依然是由耶罗伯安掌权 双方的战火 往往是一触即发 虽然在过去所读的《猎王记》中 亚比亚被评为一位不合神心意的王 但今天 第一代记的作者 就要用另一个很不一样的角度 带领我们看见亚比亚比较正面的所为哦 让我们一起来读《历代之下》第十三章 《历代之下》第十三章 耶罗伯安王十八年 亚比亚登基作犹大王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 她母亲名叫米该亚 是基比亚人乌猎的女儿 亚比亚常与耶罗伯安征战 有一次 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 四十万百镇 都是勇敢的战士 耶罗伯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八十万 对亚比亚百镇 亚比亚站在以法莲山地中的 喜马连山上 说 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啊 要听我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曾立言曰 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 你们不知道吗 无奈大卫儿子索罗门的臣仆 尼巴儿子耶罗伯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 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 逞强攻击索罗门的儿子罗伯安 那时罗伯安还幼弱 不能抵挡他们 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 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 你们的人也甚多 你们那里又有耶罗伯安为你们所造 当作神的金牛犊 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 亚伦的后裔和立位人吗 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 为自己立祭司吗 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 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 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 至于我们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我们并没有离弃他 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 都是亚伦的后裔 并有立位人各尽其职 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凡祭 烧美香 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成设柄 又有金灯台和灯盏 每晚点起 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 我们神的命 唯有你们离弃了他 率领我们的是神 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 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 以色列人啊 不要与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神征战 因你们必不能亨通 耶罗不安却在 犹大人的后头 设伏兵 这样 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 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 犹大人回头观看 见前后都有敌兵 就呼求耶和华 祭司也吹号 于是犹大人呐喊 犹大人呐喊的时候 神就使耶罗不安和以色列众人 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 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 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 亚比亚和他的军兵 大大杀入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 有五十万 那时 以色列人被制服了 犹大人得胜 是因倚靠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亚比亚追赶耶罗不安 攻取了他的几座城 就是伯特利 和属伯特利的正事 耶沙拿和属耶沙拿的正事 以法拉因和属以法拉因的正事 亚比亚在世的时候 耶罗不安不能再强胜 耶和华攻击他 他就死了 亚比亚却渐渐强胜 娶妻妾十四个 生了二十二个儿子 十六个女儿 亚比亚其余的事 和他的言行 都写在先知亿多的传上 感谢神 南国犹大虽然比一较少 有父辈受敌 但是当南国犹大 向神发出了求救讯号 神就帮助他们 突破重围 亚比亚在北国以色列 面前的和平演说 充分显明了 他仍然有紧紧抓住 神对大卫家族的应许 地带志的作者 也特意要用这段演说的内容 向贝鲁归回的 以色列百姓暗化 期盼他们明白自己是谁 又该如何重新振作 亲爱的朋友 我们可能都像亚比亚一样 生命还有不OK时候 但别怕厚脸皮 我们仍然可以紧紧抓住 神的恩典和应许 相信这也是一种信号 帮助我们在每次跌倒时 仍然能选择 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爵叔 虽然我的生命不完美 但我就是相信 我是一位蒙恩典 也活在应许之中的孩子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紧紧抓住神的应许 一生永不放弃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